说演说的法呢 跟下雨的是那一样的 不可思议的 最微妙法 那这个呢 系统们呢 就是严禁一些佛果度 调伏一些众生 令众生都能成佛 究竟处理 咱上午讲了 它是有分别的了 所修行断获的不同 因缘不同 有凡夫 有圣人 还有究竟成为大圣者 有这些不同 这华言的法门 最妙法 最妙法 就是成就佛果的 这些个究竟的法门 这是第一个祭送吧 于此会见佛做 一切尘中皆入世 你在这个法会看见 披露卓卓卓佛在这说法 一个微臣 也入世 也是这个微臣显现的 佛在说法 无量大宗为阳 一个微臣入世 一切微臣 一切微臣都如是 佛神并没到微臣里去 佛神是无去无来的 每一微臣 每一微臣都显现 每个国度显现 一个国度无量的微臣 每一微臣都显现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 你举这一微臣时候 这一微臣就是法性的体 总体 祝佛在这个微臣里头 就在法界当中说法 他是把它变化了 微臣成法界 这样的含义 总是在这里头显现这个 佛怎么样修成的 他是从菩萨发菩提心 也是一地一地达到究竟的 达到究竟了 达到究竟是什么呢 咱们讲的一臣法界 一臣法界 这是不变的真理 这叫真实 正得法圣的理体了 那么只要向佛学 也得向佛这样做 这样做的时候 买一个跟佛的学佛的弟子 都能入法界 都能得到究竟泄土 这个泄土门呢 就是南丽一切众生的菩萨地的大怨海 像海那么一样的大怨 而且咱们上午就讲过了 重复他一下子 大家这个时候很不容气入啊 最初学的时候 最初学的时候 要话说多一点了 方便其中 以后敢入到华文经的正文呢 像说每一品里头呢 就不必再这样解说了 你要理解 先理解一个法界的体 理解了 一报正报 同是一法界 庄严佛果斗 所以在金刚经就讲的 庄严佛果斗 极非庄严 世明庄严 先不要执着 先浅出 庄严佛果斗 就是没有做 没有佛果斗可庄严 也没有能庄严佛果斗的人 也没有所庄严成的一个佛果斗 能庄严 是空的 所庄严还是空的 空里头还有什么庄严不庄严呢 但是这个空啊 不是虚空那个空 为了度众生过 众生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嗯 那是有佛果斗的庄严 等都正得这种境界了 那个前头的 所说的方便的法呀 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就是这个含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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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华安琴还是讲啊 嗯 嗯 嗯 没有次第的啊 跟达到究竟了 就没有次第了 嗯 嗯 为了立生的方条方便 也有它一味一味的境界向 嗯 嗯 又还得发愿 嗯 发愿了还得甜愿 还得满愿 光发愿是空的 还得加你的修行 嗯 像历史历众生的事业 就是自他两行吧 嗯 嗯 嗯 自己也要修行 千亿众生也要修行 嗯 嗯 但是这种修行呢 自在 修行当中 很自在的 嗯 嗯 是菩萨的游戏 嗯 嗯 嗯 像菩萨游戏 像玩耍游戏一样呢 是这样来理解的 嗯 嗯 这有十种的殊胜 嗯 嗯 我们大家经常把这十种殊胜行 把它记熟了 经常做这样惯 这都属于普贤惯恨 嗯 嗯 所以一切法 一切法 一切法 一切法归为一法 一切的法归为一法 就是一法界法 就是一身法界的法 有无量世界 无量法界 世线的种种的方便门 度众生的种种的方便的三角门 嗯 嗯 嗯 那是给众生显现的 让众生进入的方便门 嗯 嗯 或者布斯啊 吃戒 引入禅定 都叫方便门 嗯 嗯 众生一直这个做 就叫殊胜的行为 殊胜的修行 嗯 嗯 嗯 以无量的庄严庄严 庄严 无量的庄严 来庄严一些世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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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殊胜行 嗯 殊胜行就是 菩萨所修惯的惯例啊 嗯 直到一切众生的出生 成长 嗯 众生界 无量的 无量的 嗯 能怎么样随顺他 而令他能入 能行菩萨道 嗯 嗯 能依照教化 依照奉行 嗯 嗯 那一切众生界 都能依照佛所教化的去做 这叫殊胜行 嗯 嗯 如来的 出生 行菩萨道 乃越成道佛果 嗯 嗯 随顺如来 说走的路 也如去做 嗯 嗯 他怎么行的菩萨道 他怎么成道佛的 嗯 照着去做 这叫殊胜行 这叫圣行 嗯 嗯 嗯 于虚空界 出生的四界 虚空界是空的 虚空界 而虚空界 来建立一切的 佛世界 每个佛建立有每个佛的世界 嗯 所以虚空界 虚空界是无障难的 无障难的 嗯 嗯 你可以见上 说佛世界 极乐世界 琉璃光来树界 嗯 嗯 嗯 这是很多无量的佛世界 哪里在集中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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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顺 随顺 能够入世的行 入世的 秀 这叫殊胜行 嗯 圣行 嗯 于生死界 出生 涅槃界 于涅槃界 出生生死界 书 圣行 嗯 这叫圣行 嗯 在生死界里头 就是生灭四界 嗯 嗯 修行正得了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嗯 嗯 怎么样 引导众生 出生死 正涅槃 嗯 嗯 就是化众生 出生死 入涅槃 这种修行的 属实圣行 出圣的行 于一些众生 因圣出生 一些佛法的因圣 圣行 在一切众生之中 把他所有的因圣 都变成佛的因圣 嗯 演说妙法 这不是最妙法吗 就是这样 把众生的因圣 变成佛的因圣 嗯 把无量的身 蛇手视为一身 嗯 嗯 于一身 又显无量的法门 嗯 成就佛神了 完了又四显 于无量的神 随众生的四显 这是殊胜的心 这种修行是最殊胜的了 嗯 一身 一身冲遍四界 一身化现无尽的神 到无边四界去 里送上去 为什么我们说地藏经是华原经呢 大家看看地藏菩萨化身吧 对 对 现在DF 地藏经的第二品 地藏菩萨的本事 嗯 嗯 无量的神 无那边的四界 去度众生去 完了 福归于一身 往一身 能献无量身 无量身 无量身能回归一身 嗯 要修行达到这种境地 这要修行 最殊胜的修行 于一面中 一身啊 流盆四界 但是 于一面中 另一切众生 能够 出生无量无边的法门 成等正觉的修圣行 这是普贤普斯的 实书圣行 怎么样把这实书圣行能成就 还得有方便散强 修实圣行起十种方便 这十种方便 菩萨行的十种的善巧方便 这是在华严经的第四十卷 这个要很早点 什么今年明年还讲不到离四间品 这叫出的华严经第四十卷离四间品 在华严经的第五十六卷 成为的十种勤修 要能够产生发生出来 有四种的修行的盛行 你还得讲方便善巧 其十种的方便 十种的方便 十种方便呢 就是在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得有善巧 没善巧不行的 呆板似的 劝众生 众生不能得入的 众生不能得入的 加分枪 加分枪 好